大家好,欢迎各位听众回来,我们重新启动赌场科普的第二节 我们重新启动这个系列,始终现在博彩业或者博彩的东西都有很多敏感 也有很多神秘感,加上现在的政策之下,博彩有很多敏感的内容 真的不方便公开讨论,所以说过我们重新启动这个系列,会倾向会员,只是给我们会员听 在讲第一节,第一节我作为重启作,在里面讲了一些来龙去密 以前投下庄可作为开端,第一节就只是在节目中公开听到 为什么呢?因为在第二节开始,我们就会给会员 第一节就会给普通,其实你所有的会员都会听到 之后可能一些敏感的集数,内容是敏感的话 就会是一些阶级比较高的会员才听到 回来,仍然在我旁边有黄山 黄山就是一位资深的员工,刚才说了 其实他是早在九十年代初,就是澳门还没回归之前 即是莫论说这个赌败开放,其实在澳门还没回归之前 他就已经是进了这一行,去投考这个庄可 当年年轻的他就有点不同的,因为当时讲了两个途径 第一就是你认识人,有人介绍你 介绍呢,就直接在介绍栏那里写下 介绍人的名字或者他的道号 接着呢,之后会确认 接着呢,这个介绍人其实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呢,有一些的人 你填了介绍人之后,就算你高度,有些东西不合格 但是外于介绍人的名字,他们也是会给他入的 另外第二样,刚才说到,俗称买位 其实买位就是代这个公司,去出了这份退休金 就把这个职位的位置交给你 让你进来这家公司的这个大家庭 那一位要退休的员工 那其实这两个的情况呢 尤其是九十年代初呢 没办法的,因为刚才嘉宾都说了 譬如你是投考政府工 你投考一些我当,一些海外的大公司 什么都好,基本上呢 你当时呢,你持有的学历 你个人的一些能力 其实这些都不是重要的 重点就是,其实是谁介绍而已 或者是,就是你有没有那个图 有没有那个有没有 有没有那些包业 我也有没有那些包业 有没有那些包业 我相信没有那些包业 有没有那些包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 땡 杨茜茜茜 杨茜茜腐 beaten 杨茜茜 杨茜茜 牛奶非常滑 完全没有电物質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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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Matt 財錦西蘭文化 多謝大家 支持港國 和支持梁錦陳峰的實現 和他們的節目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